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求职者 我叫何佳 来自内蒙古包头士 毕业于呼伦贝尔学院英语专业 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 我并没有从事我的本专业 我有14年的工作经验 但是我从事的都是旅游行业和传媒行业 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 我希望各位老板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够更大的提升自己 我的求职宣言是 舞台有多大 心就有多大 好 欢迎你 欢迎你何佳 大家也注意到了 在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中间呢 坐着的就是何佳的爱人王伟先生 来 王伟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老板你们好 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 一句话来形容你的太太 我觉得她特别难干 然后第二个特别朴实 在任何的 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 还是在工作中我是最信任她的 我觉得她非常棒 我觉得她老公夸得有一句话 我真的觉得还挺感动的 因为太太就很漂亮嘛 但是她很少我们会把朴实跟漂亮的女生搁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职场上 我们会理解她就肯吃苦耐劳 然后不太计较个人得失 会愿意蹲下身子去攻身入局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她老公就给她加分了 你刚才自我介绍说 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干专业的工作 一头就扎进了导游的行业 对 就一个问题 咋想的呢 我当时报考的学校是呼伦贝尔学院 因为呼伦贝尔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我本来我的想法就是要考一个导游 然后我可以天南海北地去玩去逛 我可以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好有多美 但是我报考志愿的时候 我哥哥他跟我说 如果你要想考导游专业 那么你即使不学这个专业 你也可以考一个导游证 从事这份职业 但是你要是报考了英语专业 你的英语水平会很高 而且在你以后的导游的生涯当中 会对你很有帮助 所以我就听从了我哥哥的意见 报考了英语专业 在我大二的时候 我一次性报考导游证就考过了 在我大四的时候 我又顺利地考取了英语专业八级等级证 很牛啊 那既然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导游 咱们就来聊聊导游吧 我先问一下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其实我的求职意向呢 是传媒类的策划 或者是企划类的职业 你的期望薪酬和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工作地点没有要求 薪酬 理想薪酬是八千家 问一下 跟王伟有孩子了吗 有了 孩子几岁啊 孩子六岁了 王伟 到别的地方去 孩子怎么办呢 你接受吗 两个人今天来之前商量过吗 这个还真没商量过 我觉得 我是无所谓了 我比较支持他 他去哪儿 我就跟着他跑玩呗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唱歌的 我是做艺术这一方面的 对 所以你今天这个中国式求职 你是请了一个场外外援来 对 老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有老公在 我相信我会表现得也更好 好 加油 希望你夫妻双方互相给予力量 收拾导游的经历 做了这么多年导游 有没有比较难忘的经历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就是有一次 我带着客人出团去西藏 到了西藏嘛 牦牛肉干又出名 西藏的药材也出名 很多亲戚朋友都找我带 我给客人买东西 都买了四五箱子 但是马上返程了 最后一天 我就是强烈地高原反应 客人扶着我 我都不能走 我只要一动我就会吐 我的客人最感动的我一点是啥呢 我拿了四五个箱子 给别人代购的东西 客人帮着我拎 然后当时给我老公打电话 我老公看见我病成的那样子 他在家里面都吓哭了 然后这个列车到西宁会坐中转 我们从西宁下车之后 客人不顾一切地把行李放在火车站 然后客人带着我到了西宁医院 没有车 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放在 租了一个小旅馆给我 然后呢 把行李放在旅馆里面 他们就会徒步走很远 去给我买水果 给我买葡萄糖 给我买点燕麦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暖心 人间还是处处有珍奇的 其实他这个反而反映了 他职场的一个优点 因为本身这不是这个叫做职场关系了 就是这个叫做服务关系 而是朋友之间的关系 就证明你前边的这个工作 其实做得蛮好的 对 我现在专门有一个群 这一个群里面 全部都是我曾经带过的客人 在这个群里面 我的客人他对我的认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的客人现在就是在群里面 他会问说 何佳 你什么时候带团 你去哪 他不说他想去哪 他意思就是 跟你走 对 你去哪 我跟你哪 那跟你来菲尼莫属了吗 没有 但是他会收看到我的节目 这个做得对 以后啊 如果再有朋友来参加菲尼莫属 你就组个团 第一啊 要给我们天津的旅游做贡献 带大家逛一逛我们天津的这些美景 武大道啊 天津之眼啊 古文化街啊 其次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来参观一下非你莫属的主持人 何佳你对客人好像特别好 大家有听了一下 你好像去的地方都是七八天 深度游 那你老公孩子怎么办 我老公还是比较支持我的工作的 我在家的时候呢 孩子都是我来辅导作业啊 照顾生活起居 我不在家的时候呢 我老公就当又当爸又当妈 你俩是怎么恋爱的 我老公他在工作之余嘛 他以前也会做一些歌手呀 在会参加一些活动啊 做一些助唱歌手 然后我 我在导游行业的同时 也在做传媒嘛 也在给企业做一些策划的 大型的活动呀 促销呀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活动当中认识的 这个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啊 因为你的履历里面写 07年到10年 应该是这个旅行社的工作 07年到14年 是荣华传媒公司 就你一开始就介绍 同时做两份工作嘛 所以你是怎么平衡这两份工作的 你的时间配比啊 投入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 是专职在做导游 因为当时除了上学 就是在做导游 没有什么其他 它不会是说很影响 当我毕业了之后呢 我自己开了一个婚庆公司 当时是只做婚庆的 从我做婚礼策划的时候 我已经这个 我的导游职业 已经不是说在旅行社 是固定上班了 因为我已经可以 做到自由职业了 所以这个时间 是可以穿插开的 好 各位企业家 根据我们的求职者何佳 刚才的表现 在第一轮的最后 请大家做出选择 非常棒 接下来呢 我们伴随着 第一轮爆灯的成绩 进入到何佳 今天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好期待呀 进入到天生我有才了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个呢 是歌手 一个呢 又有着丰富的导游经验 我就很期待 这样的一位求职者 在天生我有才的 这个技能展示环节 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 耳目一新的展示呢 谜底还是你自己来揭晓吧 我在进入传媒行业之前呢 最开始接触到这个行业 就是以舞蹈演员的身份 进入到这个行业 来接触到这个行业 但是我一天舞蹈都没有学过 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业余选手 所以真的是让王伟来展示技能吗 不 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我一定要挑战我自己 舞台有多大 心就有多大 你给我多大的舞台 我就会施展出我多大的自己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求职者何佳 和他的先生王伟 夫妻二人带来的技能展示 都往中文字幕进行 圣诞盘 与我在上面 295月 视频部 坐在海洋与我的绽放里 童年的记忆又想起 马头轻声声响着天际 无人的情怀被被延续 马背上的孩子 深深实习 怎么样便守护着 无人的家 非常棒 感谢何佳和王伟 有那种就是说 风吹草地献牛洋 风吹草地献牛洋 但是吴胜这个 我是这个感觉 因为他俩两口子都在那 你老公就特别抢戏 就一看专业组跟业余组 两个人在那 然后我们都在看老公唱的 那就要投入 然后我们这个女选手 表情也没有啥 然后抖一抖 今天其实刚好体现出来 何佳一个优点 因为你们知道 就是何佳本身 他自己独立创业过好多年 其实特别担心 他回到职场以后 就是像一匹野马一样 不太好驾驭 但是他跟老公互动 看得出来 他老公面积特别小女人 所以说 如果他进入职场的话 可能也能够被 其他比老板上的驾驭 挺好的 何佳姐 小心了 这个企业家们 表扬你的话 也可能是陷阱 第一个环节 你全场爆灯 为什么爆灯呢 你的人际沟通能力非常强 对 但是呢 你别忘了 应聘的是策划岗位 策划岗位在第一个环节 没有看出来哦 对 在你眼里 一个好的活动策划也好 你觉得他必备的 应该会哪三条 你认为是最重要的呢 可以帮到我们企业的呢 其实我外乎就是 归结为就是两点 企业做活动嘛 它的目的是要名 还是要立 我们现在做活动 很多活动都是 千篇一律 甚至是模仿 抄袭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我没有什么一个活动 能够突出这个活动的亮点 突出企业的一个形象 这是我们就是做活动 最重要 最需要把握的一点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今年立聘 我们签了李一峰 这样一个代言人 然后我们花钱给了他 如果你作为 这个接下来的活动策划 你会策划一个 什么样的活动去 就是提到你刚才 作为策划那个创意的部分 我有一个问题 李一峰谁啊 对这个李一峰谁 对啊 李一峰谁 对啊 我现在无比地想念王上峰啊 能不能这样 那个佳音 我们稍微地调整一下 就说你所知的 目前国内的 某一名流量小生 然后现在签猎片王 然后这样的话 你知道谁 你就说谁 那我就选择 我们的主持人吧 好吧 我们裂品网呢 聘请了大卫老师 做我们的代言人 我们会 对了 老板 预算有多少 没有上限 一般 三千万以内可以的 随便花 随便花 对 在那个 比如说在那个商场里 人流比较集中地在某 在这几个大城市 多做一些这种多地的联动 然后每一站 有大卫老师来到现场 可能举行一个招聘会 三千万 这也多少钱呢 可能他当时也是有点蒙圈 因为三千万呀 他平时做的都是一个小型的活动 比如说两三万呀 三四万呀 就这样的活动 三千万我觉得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对他的这个描述吧 我觉得是在他的业务范围之内尽力了 我能说对 很努力 然后但是呢 其实跟肯定裂片的需求 甚至于我觉得 绝大多数一线城市的 直接能够入职的需求是不匹配的 而且你这个预算里面的一部分呢 就你问特别好 问预算了 他给你三千万预算了 这个我觉得他问的还是 特别好 但是我没看出后来 他这事跟三千万有什么关系呀 从这个创意来讲 如果你看到裂片的网站 我们现在做的 整个叫涨气嗨聊记 而且招聘行业它是有典型的 金三银四是最好的 基本上就是这种职场的经营 让他流动最快的 我觉得很多点 可能还是缺少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觉得在这个场上 太为难选手了 首先第一个呢 佳音出的题就很难 说实话 你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做出一个三千万的裂片的策划 天哪 我做不到 说实话 这倒不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 是因为你不知道李峰是谁 我觉得是这样 这道题对于何佳来说是超纲的 但我更关心的是 你真的没有准备好 现在寻找更好的城市发展 这才是可能你今天要真实去考虑的 现在三十三岁 你有家庭 就算你老公出来也能寻找到一些收入嘛 我相信没问题 他是艺人 但是你完全适应一个新的行业 你的技能又处于一个准应届 毕业生那个阶段的话 说实话我觉得你这样的规划是不成熟 我们泰坦树科 今年要在85个城市要开新的业务体系和公司 首先我觉得企划岗位还是适合你的 你刚说的多地联动 虽然金额做得很小很小 但是我能看出你在这件事情上有一定价值 我今天看到你的表现以后 我觉得你重点问题是内容很空 就是这个三千万的订单或者合同 问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给了一个很框架的方案 我觉得在这个点上的话 你的商务特质和市场特质 大于了你的企划特质 这是我从我公司的角度给你的感觉 所以呢 我希望如果在内容板块 你能不能做助理级别 开始来做策划这个岗 愿意吗 这是我的想法 我愿意 来 有请十二位企业家 用你们手边的按钮 来告诉我们的观众和求职者 以及他的丈夫 有请 好 我们先从佳莹这边开始 来 佳莹 其实基于你过往的经验 你都是底薪 再加上好像有一部分提成 所以我最后 我觉得策划可能不太行 但是我给你留了一个北京的一个 K的一个业务岗 这边提供的岗位是市场策划助理 这个工作会偏向于执行 因为我觉得你的优势是在于你的 应该说人际关系吧 这个薪资的部分的是七千加 那工作的地点呢 我觉得内蒙古我们还是需要人的 我给你的职位是泰坦树科的活动执行岗位 那泰坦树科在八十五个城市 要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然后呢和城市开业 城市启动 然后呢我们希望的是你可以来回飞 在各个城市发挥你在执行层面上的优势 那这样子主要贝斯在上海 刘仁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是旅游顾问 老本行转起来很容易 坐起来也得心应手 然后地点在石家庄 四位企业家给出的岗位 已经我们都听到了 接下来呢你要考虑一下 然后走上前去 灭掉他们四位当中其中两盏灯 我觉得好难呀 边走边考虑也挺好的 来 回到舞台上 接下来我们请韩依和佳音走上竞价台 这是北京和上海的PK 泰坦树科今年主要是在全国扩张 我们扩张的时候呢 觉得你曾经的经历摆成联动 你是五个城市联动 那我希望你现在能做八十个城市的联动 但我觉得你这段经历 和你在各个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执行能力 我们觉得特别棒 特别适合我们 适合家务留的岗位 就是裂聘的这个K销售 然后在北京 你不是想来大城市吗 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 另外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 在我眼里你是一个关系型的销售 我们可能没有 不会有特别多的机会可以跑 唯一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做校招的时候 那可能会把你累断腿 就是跟一个客户的全国的校招跑下来 确实也还蛮辛苦的 考虑一下做出选择裂聘 或者泰坦术科 或者谢谢 再见 考虑开始 我的选择是泰坦术科 好 最后我们的求职者 选择的是泰坦术科 好 什么 拍拖